今天情報帶你看到臺中在凌晨三點 發生兩車在街頭追逐的事件 當時藍色客車痴狀之後 停了下來 藍色車輛上有兩人下車 拿起棍子就開始砸車 那麼二十歲的江信駕駛趕緊下車逃逸 警方聯繫上他表示並不認識對方 不清楚車輛為何被砸 現在要聯絡藍色小客車的一方 來雷清案情 凌晨三點多 臺中街頭飛車追逐 白色客車往前逃 藍色小客車緊追在後 沒多久藍色小客車上有兩人下車 手上拿著棍子衝上前猛砸白色小客車 警方或報到場時只剩下擋風玻璃 被砸出兩道痕跡的白色小客車 二十歲的江信駕駛 還有藍色小客車早已經逃逸無蹤 休旅車後保險桿 還有葉子板撞壞 白色客車撞上三輛 停放路旁的車輛後才停了下來 車主看到愛車受到牽連心痛又無奈 因為他沒有受傷 他表示暫時不提高速 因為這個涉案的車輛 我們已經掌握了車號 那我們會積極地追查 來去這個依法救辦 被砸車的江信駕駛 向警方表示不認識對方 也不清楚為何被砸車 目前警方正積極聯絡藍色車輛 裏清案情 記者江之南台中報導 找到一把巨大的 是 店舟 店舖 銷路 店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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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船